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those weapons of war that I carried in war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those weapons are at. 蒂姆·沃尔兹说 我们可以确保我在战斗中 携带的那些战争武器 只在战争中携带 蒂姆·沃尔兹确实在一群人中 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而且他已经多次使用过 暗示他在战斗中 携带武器的语言 蒂姆·沃尔兹 Tim Walls 于2005年从国民警卫队退役 在国民警卫队和国民预备队服役期间 他从未参加过战斗 蒂姆·沃尔兹关于在战斗中 携带武器的说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几位前国民警卫队同事对蒂姆 沃尔兹在其部队部署到伊拉克战争之前 自愿退役离开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决定 表示不满 一名前警卫队同事说 没有人想去打仗 我不想去 但我还是去了 曾在伊拉克服役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 参议员J.D.万斯谴责题目 沃尔兹在伊拉克战争前退伍 J.D.万斯说 当美利坚和中国要求我前往伊拉克 并为我的国家服务时 我就这么做了 我做了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 而且我很光荣地做到了 我对我的服务感到非常自豪 国民警卫队是为州和联邦服务的国家军事后备力量 国民警卫队成员可以在国内服役以应对洪水或野火等国内紧急情况 也可以部署到海外支援军事行动 警卫服务只是兼职 通常每月一个周末 每年一个两周的时间 由于国民警卫队是兼职的 国民警卫队成员可以从事民事工作或上学 国民警卫队成员可以自愿或非自愿脱离军队 蒂姆沃尔兹 Tim Walls 作为国家军事预备役成员在国民警卫队服役24年 他选择在参战前退役 有些人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有些人选择不冒险 这不是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 选择不冒险的人不应该从那些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和牺牲的英雄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分享并按赞 谢谢